抓叛孙女徐吴小辉,打响了清算邓家后代的第一箱,高薪,笔者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国境内网站公开批邓居然被默许,终于已经介绍了一位央视的评论员的文章,把中国稀土之祸,的滥伤完全归咎于邓小平,该人文章中痛斥自从80年代初邓小平宣布中东有石油中国有稀土, 以来西方国家就把中国变成了稀土供应基地,中国在将稀土以廉价销售出口,换取玻璃的同时付出了高昂的,甚至不可逆转的环境代价,稀土的持近工艺每开采一吨稀土要破坏200平方米的地表值被玻璃300平方米表土造成2000立方米尾沙,每年造成1200万立方米的水土流失, 这无异于倒贴中国的环境,去为他国的现代化做嫁衣,借卖稀土千古之罪,该央视评论员还说大家提起晚清政府就会想起各地赔款的一系列卖国协议, 其实在包括中国稀土在内的一系列资源开采问题,尚所损害的国家利益要远远超过晚清一系列赔款的总和。 80年代以来,是各种资源产品价格暴涨的年代,石油从不到5美元涨,到了近150美元澳洲矿石价格更是上涨百倍。 世界所有资源产品的价格涨幅,最小的也在10倍以上,可视为独中国稀土的价格却比1980年,价格还低。 为什么?是因为按照美国规定的市场化,规则中国把原来经营稀土的几家国有公司改革成为数百家公司。 绝大部分是私有实行市场化竞争彼此压架自相残杀,结果就是西方哈哈笑,中国大失血财富,如同长江大河斑白百流向西方,中国留下的就是千里污染生物灭绝水源,毒化空气雾霾,此巨大的灾难和财富流失。 究竟是单纯的对外开放失误?还是有人在卖国通敌?这个问题难道不比任何贪污腐败?对国家和民族危害更大,可如今不仅不总结以往的损失和教训,反倒要全面放开稀土开采。 这样不过短短几年,中国这个世界第一稀土大国,就要跪在美国面前祈求美国卖给自己稀土在巴桶协定的约束下美国能卖给中国吗?到时候整个中华民族怎么办?13亿中国人民怎么活?少数富豪官僚可以丢弃这片土地,转而移民世界各地。 绝大多数中国人将只能陷入亡国灭种的悲惨绝境。 笔者的上篇文章在自由亚洲网站,上刊登后人匿名游客,留言说习近平作为毛主义的忠实信徒,痛恨,邓的改革加之与邓有私仇,批邓否邓是必然的该文? 在海外华文被可清,网站以邓小平及其后人,被痛骂为汉奸卖国贼。 刊登后有网友跟帖说,为了搞个人崇拜习开始放心病狂的搞邓了,毛邓习应该捆绑在一起算卖国账。 现在,骂邓小平今后骂习近平,结束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改革开放,恢复高考都是华国锋做的。 邓做的就是彻底抛弃毛彻底的道德败坏黄赌毒彻底的腐败,彻底的消耗资源和污染国内环境,也会不少对邓小平感恩戴德的跟帖内容。 最典型的一贴是,我非常感谢邓小平,真的如果他不付出,我无法继续在大陆那个人惨无人道的地方生活了我会自杀。 笔者较为认同其内容的一则跟帖是,结束文化大革命,拨乱反正,改革开放,回复高考。 邓小平功不可抹,是顺应了历史潮流,在五十年初,邓小平就是有天代的本领和神一般的智慧,也不可能改革开放六十四事件。 邓小平彻底改变了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从此开创了中国近代历史中空前的腐败。 其许多所谓的理论,彻底改变了中国人的思想道德和行为,习近平是毛主义的忠实信徒,也是笔者的看法。 至于他是否就胆内书否痛恨改革,忍者见仁智者见智不过习近平上台之后毛左门言论自由,的环境确实是越来越宽松了。 我想当年胡耀邦提拔了一个中宣部的三宽,部长诸厚则三宽即所谓,宽容宽松宽厚,如今的习近平对党内,国内的毛左门的态度还真是应了这三宽笔者在上篇文章介绍的被,中共官方批准公开,合法经营运行的左派新闻评论网站, 刊登的2500万吨稀土价值5万亿,刘诗出国门不追究责任天理南容,和邓家后代,热衷稀土产业,两文,居然能够把邓小平和他的两个女婿公开点名批判。 网友甘铁更是痛骂邓小平及其后人是出卖国家资源的汉奸卖国贼该网站明约,复新网,2500万吨稀土价值5万亿, 流失出国门不追究责任天理南容一文士,2017年1月初,在这个网站上开始转载作者无敌手MBSB, 文章中说中国30年前占据世界70%的稀土量,也就是5700万吨30年后的今天才指,剩2700万吨了这是官方公布的数字, 按照国家自用核出口的量的规模算30年来官方允许的稀土出口,为每年6万吨10万吨以内30年也就是200多万吨的稀土出口掉了, 自用每年是6到10万吨30年也最多200多万吨稀土被自用掉了,结果是5700-200-3005200万吨, 可是官方现在公布的数字是只剩2700万吨了呢, 那么5200-2700-2500万吨稀土中国2500万吨稀土被莫名其妙地消失掉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难怪世界稀土价格奇低, 为什么中国5700万吨的稀土量占据世界第一位的稀土大国, 现在变得来只有2700万吨了呢? 其他2500万吨稀土资源哪里去了? 该文最后强烈要求当局查处2500万稀土, 是怎么样莫名其妙消失的? 然后就延伸阅读,出如下一篇文章, 邓家后代热中稀土产业,原创是磐石财经笔者的中共太子党籍邓小平和他的子女们分别网稿于25年前和20年前当时所掌握的资讯, 特别是关于邓小平的两个卖稀土的女婿, 吴建长和张宏的资讯和磐石财经, 作者文章中提供的资讯内容相比真的是自愧服如笔者在网上搜索了一下, 发现磐石财经的这篇文章最早出现的时间是2013年习近平上台不久, 该文章说NBSB,邓小平有两个儿子和三个女儿, 两个儿子热衷搞房地产三个女儿邓林, 邓南和邓荣中的两个女婿热衷搞稀土, 邓家长公主邓林的夫婿吴建长, 完全称得上是商场无敌手, 吴建长曾担任中国有色金属工业总公司总经理, 野金部副部长,野金局副局长, 中国钢铁工业协会党委书记和副会长等职务, 他多年来独霸中国的最赚钱行业, 中国有色金属进出口总公司, 不仅控制了中国稀有金属的买卖权, 而且,还在香港拥有三家上市公司, 即东方有色集团, 东方新元集团, 银建国际, 吴建长是这三家上市公司的董事会主席, 此外在香港拥有多家上市公司的股, 全如金辉集团, 东方新元, 百利大等总资产达数十亿港元同时, 他也是在奥斯陆上市的金辉传物运输的荣誉董事长和江西同业的董事会成员, 这些由吴建长管理的公司, 加上邓任一位女婿张红邓南之夫旗下的公司, 协力买下主要提供美国通用汽车, General Motors Code的曼格昆茨稀土厂商, 因此邓家后代得以主宰国际稀土市场众所周知, 邓小平发出一定要把稀土的事情办好, 号召的南巡讲话, 是发表在1992年春盘石财经的文章披露, 说,1995年9月30日, 吴建长的中国有色金属进出口总公司, 邓小平, 另一位女婿中国科学院科技开发局局长张红, 拥有的北京三环新材料高技术, 公司为中科三环的控股股东, 和在美国设立的SEXDA and Antiline公司, 合伙从通用汽车GM手中, 购买了稀土磁矿材料主要制造商麦格昆茨, 根据购买协议, 美国政府最终点头同意, 但前提是工厂只能在美国国土上, 保持五年运营, 五年期满后工人将被解雇工厂公司, 将被完全拆除, 并移到中国天津生产, 2003年麦格昆茨, 在美国的工厂已经关闭, 生产设备连同工艺已经由中科三环, 运到中国在宁波生产VCM, 现在麦格昆茨公司主要生产, 粘结女铁棚的材料粘结瓷粉主要工厂, 位于天津该公司, 垄断了全世界80%的产量三环集团公司, 是该企业的股东, 麦格昆茨的下游主要用户, 之一是上海Epson目前也已经被中科三环控股至此, 其他诸如德国和日本的生产商, 也关闭了他们在美国的工厂, 转而到中国进行生产, 到今天为止美国的国土上, 几乎已经没有稀土生产行业了, 收购麦格昆茨并关闭其美国制造工厂, 帮助中国实现了邓小平掌控稀土矿市场的目标, 现在这种材料应用在美国智能炸弹, 蜂窝轮机和混动汽车中, 稀土矿业在导弹制导系统, 电子和混合驱动汽车等其他可持续发展技术中有重大作用, 因此对国防来说, 也很重要按照盘石财经文章的说法, 自邓小平两个女婿各自的公司, 共为主要股东的那家垄断了全世界80%产量的年结磁粉之后, 张宏的公司从2005至2006年级以先换股贷出售的方式, 悄然退出于这一行业, 而吴建成的公司则在邓小平的老家四川依靠政府出面, 以整合稀土矿的名义, B21户民企老板退出稀土四川, 稀土居全国第二, 质量全国第一, 而四川90%的稀土资源, 集中在缅宁县缅宁县的稀土主要集中在牦牛瓶, 地质资料显示, 缅宁县牦牛瓶矿需现有矿石总量, 为5735.39万吨稀土资源, 量为154.22万吨, 并经过公开拍卖作局, 最后五矿集团放弃收购, 吴建常任董事的江西同业集团, 于2008年6月, 以4.3亿人民币, 取得牦牛瓶的稀土采矿权, 文章最后说, 四川是邓小平老家也许邓家后代, 在四川直接获得稀土矿泰显眼, 拐了个弯弹江西同业集团, 和中科三环, 已露出马脚, 希望网友爆料更多详形, 于是有网友跟帖说, 中华民族绝对要成立清算组织, 对于挖空国家资源, 贪污国家巨台必定要除尽物尽, 不管到什么时候都要追究一律赶尽杀绝不论涉及到谁, 抓叛孙女婿吴小辉已经打响了清算邓家后代的第一箱, 最恐怖的网友跟帖内容把满门抄斩, 这样的词, 都用上, 来居然, 会被习近平挣钱视而不见MBSB, 文章仅代表特约评论员, 个人的立场和观点相关报道, 也谈政治正确, 语言论自由, 刘迪卢伟被以受贿罪正式起诉, 中共政局, 意向平生效益, 刘青正是日后成为正国籍的张德江, 当年一手成就了高, 这方高新知识分子是习近平触发管制危机贸战, 引发政治地震流和出局, 清华教授许章, 论需恢复, 主席任期制党政部和市长免职党大于政, 习近平出访大撒币民众不满, 大陆施压江台改名, 44家航空公司全驱服评论, 零添加评论打印分享电邮, 同步广播库政变传言满京城习近平出访, 被低调美国政府接连点, 明习近平事情不简单, 沉破空, 罗宇贸易战引发习近平政治危机, 俄平中美贸易战北京已乱阵脚中共内讧, 让我们保持冷静, 王丹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 准备对价值5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加征关税, 中国会有第二次世纪耻辱吗? 刘青冒战引发政治地震刘鹤出局, 从疫苗事件看共同底线将其升, 美中两国在世贸组织激烈交锋编辑推荐, 也谈政治正确与言论自由流迪, 准备荣经文及蒂帝落